本赛季的排超联赛C组和D组比赛全部结束 在技术排行榜上 四川国手宁一文得益于进一阶段比赛抢眼 在局军得分上扣球排名上 均牢牢占据了第一的位置 有望凭借上加表现明年再进国家队 众会高一则是总得分和篮网的榜首 唯有发球和一传两个排球最基本的环节上 国手还是有些之后 暂时没能占据第一的位置 总得分排名靠前的选手中 上海的主攻众会以164分高居榜首 紧随其后的是福建的庄宇山163分 河南的韩文雅157分 因为各队参赛的赛程不同意 导致总分基本只能反映出个别队员的得分能力 没有队员之间的可比性 来自上海的队长仲慧 为球队保持不败贡献了最高得分 比较巧合的是 得分前两位的都是有着中国加比支撑的矮个主攻 不知道未来矮个主攻在中国女排的国家队 有没有一席之地 局军得分排名前三位 分别是宁一文7.17分 庄宇山5.62分 军军的得分更能反映出一个攻守稳定的得分实力 四川的宁一文总分共得86分 她是四川女排一点攻战术的执行者 今年宁一文首度入选国家队 却仅仅在实联赛登场两分钟 但是宁一文在攻防两端的实力确实值得点赞 不管对手是谁 宁一文的翼传和进攻在开赛以来保持了高效率 宁一文的国家队仍有可能再招宁一文 届时希望她可以真正在基因位置成为有作用的替补 在军军扣球环节上 宁一文以6.42分排名第一 庄宇山以5.10分排名第二 宁一赢4.75分排名第三 宁一文的进攻火力很猛 也有打主攻的能力 现在国家队替补接应和主攻斗鹊人 但从国内排超联赛中的表现 宁一文强于今夜和陈佩妍 明年如果有机会进入国家队的话 宁一文还是要把握上难得的出场机会 用实际行动和数据来证明可以立足国家队 千万不能成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攻守 拦网榜的第一位仍是上海队的高一 拿下了36分 局军篮网环节 深圳队的学医之以1.40个篮网得分排名榜首 便选民1.33和张士奇1.29分列23位 从数据上来看 先一国手比较薄弱的仍在发电环节 其中发球排名三甲的是 布里西奥18分 王毅凡17分 瓦尔加斯10分 局军发球得分 瓦尔加斯1.1分和陈伯雅0.89分 分列前两位 榜首均是来自外援之首 所以说明国内球员的发球冲击力严重不足 在一传环节局 军到位数量前两位的分别是云南的 胡玉芯3.06个 陈伯雅2.44个 发电技术是赢球的基本前提 只有做好了发电才有对抗诸强的技术 否则国际赛场遇到强队 也就失去了异攻和篮防